全臺各級學校原先是預定二月十八號要陸續開學 因為防疫的考量是延後到今天 而星球節第一天 不少縣市的首長是特別到校園內 來視察防疫的工作 而在花齡的中原國小呢 則是利用視訊的方式來舉辦開學典禮 以避免群聚的風險 進入到校園 學長可以獲得一片喜氣洋洋的紅色口罩 到教程之前還要進行體溫感測 全面做好防疫措施 群南各級學校原定十八號陸續開學 但為了確保新冠肺炎疫情的防疫整備工作無餘 所以延後到二十二號開學 兒童的口罩我們備量了一萬兩千六百個 然後承認的部分有七千個 我們酒精用量根據上學期 我們統計大概一學期會用到九十公升 那我們現在的備量是一百八十公升 如果在熱像儀它的溫度是超過的 我們會再用耳溫槍做一次的復檢 那在中午的時候我們全校還會再做一次的 耳溫槍的檢測 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蔡秉坤 還有教育局長曾灿金 上午前往吉林國小視察防疫整備 還和學生跳起了防疫舞 呼籲要時刻注意防疫工作 至於高雄市長陳其邁 上午市到三明高中視察校園防疫工作 又和學生一起組裝了酒精機器人 開學特別嚴厚 那也最主要是昨夜之前 這個布陶事件 然後也比較擔心說會學群聚的一個現象 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那以及相關的這個量體溫 利用視訊鏡頭和校長打招呼 花蓮中院國小舉辦開學典禮 同學們不是在操場集合 而是用視訊來減少群聚風險 感覺還不錯 比較新奇 進學校都要量體溫 或者是有視訊開學這個決定 不管是教師成會 不管是學生的成會 那我們已經適用了一年了 那也蠻順利的 我們就決定這一次的開學典禮 採用線上的直播 清晨期開始 在疫情還沒有完全緩和之前 各縣市學校不敢掉以輕心 該有的硬體 設備和宣導 都要全面到位 才可以確保校園環境安全 接著台北高雄花蓮 參考報導